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他的名字呢 逐渐被国际社会更认之 在此之前 他主要是在港台地区 就是唱歌的嘛 那而在这个雨伞运动过程中呢 他表现比较突出 作为香港艺人当中 他是相当突出 向中共说不的人 而这个过程本身 它包含的内在东西 无外乎是一种自己的尊严 而雨伞运动本身 却是中共内斗 也就是曾庆红 江绵恒 刘云山 张德江 给习近平下的套 他刺激香港人 迫使香港人没有任何出路 为了维护自己尊严而出现 那维护尊严的人 又成为今天中共邪恶打压的人 这就是在我眼睛里的何韵诗 但是有这样的背景 结果蓝寇集团 蓝寇公司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也是以大欺小 在中国市场 对比中国市场而言 那它是小 它需要市场 但是对于香港一个歌手而言 那它就是大了 我可以请你 我可以不请你 而一开始做了这件事情 没有想到他身份的背景 结果呢 事情马上成型的时候 自己毁约 那你就对别人的不尊重 对吧 那何韵诗无外乎是踩在了这点上 结果这件事情在国际范围内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个生意人对等着一个普通的议人 而触及到的是金钱与尊严 人你要什么 对吧 用金钱去侮辱他人的尊严 这是蓝寇公司跟何韵诗之间的 我认为它的焦点 那这样的焦点的碰撞 自然成为了一个国际市场的 国际范围内的大新闻 所以包括纽约时报 德国之声 BBC 几乎世界所有大的媒体 都把这件事情作为这一两天 中国新闻的主要的内容 而这其中更有趣的就是李泽凯 李泽凯的公司先发表声明了 表示支持这个何韵诗 结果一两天之后呢 李泽凯自己又发表声明说 坚决不支持港独 那港独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讨论的余地 那就何韵诗 大家就感觉说 哦 他跟何韵诗划清了界限 可是我在节目当中一再跟大家讲 没看见过在过去时间里 何韵诗有任何所谓港独的说法 没见到过 而港独也好 甚至藏独也好 是《环球时报》栽在何韵诗脑袋上 藏独原因就是何韵诗跟 跟这个达赖喇嘛照过一张像 照过像 两人见过面 何韵诗有他自己的表述 那《环球时报》就说是藏独了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习近平搞不好是藏独的儿子 因为习仲勋跟达赖喇嘛关系不错 那你变相呢 如果你这么挂钩的话 今天《环球时报》在骂习近平 你是藏独分子的儿子 我觉得就这么成立啊 李连杰那也成了藏独了 因为他跟达赖喇嘛照相是非常的谦卑 所以这就是我讲说《环球时报》 他非常邪恶的这一点 如果李泽楷认为何韵诗是藏独的话 他又拿不出一个真材实料的话 来证明何韵诗确实做过这些的话 那李泽楷要不然就是被人骗了 要不然自己是傻蛋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 这里面的核心的概念是环球时报 对吧 所有的麻烦 事端是他调起来的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德国之声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李嘉诚家族卷入了河运市的口水站 这个条消息其实相对比较迟报了一点 6月6号李泽楷旗下的在线音乐串流供应商 穆在其脸书官方网页声称 何韵诗永久录用是有种的人 纯粹热爱耕耘 称坚持信念每一位 穆爱音乐勇 这个当时我们最早第一时间 在Facebook和Twitter上都看到了 他说但是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引起国内网民的炮轰 两天后 穆所属的母公司电讯银科发表声明 强调主席李泽楷及公司立场 说早前在脸书上出现支持 何韵诗永久录用的留言 坚决反对港独 又表示过去 现在及将来都不会支持推动港独的任何人和事 结果苹果日报有篇报道 李怡老人写的篇文章 没有可能发生的事 李泽楷及其公司立场明确 既港独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的事 相关的讨论是浪费社会资源 但公司及其他本人尊重言论自由 那作为该公司一直支持音乐创作 无意涉及政治 这是李泽楷以及他公司的表态 李怡老先生直接讲说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意 哪一个是在压力下自我否定意味的表态 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只不过再发的声明 在讲政治立场的同时 还谈到了言论自由和音乐创作 印象中 何韵诗从来没有提过港独 也没有表示过支持藏独 他参加前年的雨伞运动 除非认为参加过或支持过 雨伞运动的几十万 以至上百万的港人都是港独 那他才可能被称为港独 李泽楷拒绝的是港独 何韵诗并没有任何表达 我在节目中也说了 我没看过他任何表达支持过港独 而港独的帽子 是环球时报 就像当年给刘元他妈 王光美戴上的高帽一样 给习近平他爹 习重新戴的高帽一样 是以强奸的方式做的 那与此同时呢 苹果日报写另外一篇评论 引述的是何韵诗自己的话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文章里主要引述了整个当时事情 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故事 然后他提到时事评论员 李瑞绍介绍内地网友 这种狭隘的财大促期的表现 也就是这里说的是指 在李泽楷的公司 表达自己的看法之后 那国内的网民呢 爱国主义的情操 又被情操起来了 情操起来就开始打了 谁都打谁都骂 又开始来了 在这个背景之下 刘瑞绍认为 有钱有市场就可以控制一切 影响别人的政治取态 例如年初台湾选举时的周子豫事件 这都是一种幼稚的表现 我个人觉得 在政治层面是一种幼稚的表现 在人性的层面 是一种绝对的败落的表现 就是人性被扼杀的一种直接表现 所以完全就看你在哪一个层面去说了 而这种事情不是今天就发生的 不是今天发生 2012年8月份 在谷开来的 在谷开来被弄出来这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当时很简单 谈到谷开来 谈到这个大连的两个尸体厂 谈到活摘器官 就在那坑井上 在中国大陆突然出现了 这个抗日 反日 对不对 钓鱼岛事件 我们当时跟大家说了 当时出来游行的 都是公安国安 带头出来 那时候周永康还在台上 没错吧 对吧 那是烧汽车 砸商店 什么都有 开日本汽车的人都不敢出门 那我相信今天在北京城 开日本汽车的绝对不是少数 这就是爱国主义的 爱国主义者们非常 在共产党况界之下的 非常卑劣的一点 非常卑劣 文章提到 最后提到说 何韵士连日来没有公开露面 他昨天在Facebook上留言说 事实就是 这种恐惧早已笼罩了一切 还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 还觉得能够独善其身 别太天真了 趁早还是 趁现在还能发出声音 一定要用尽一切能力 来守住自己 守住底线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为什么叫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在我的角度认为 那何韵士这么讲是对的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对自己灵魂负责 只能靠自己 花钱买的 叫出卖灵魂 对吧 花钱买来的利益 叫出卖肉体 出卖尊严 那在这点上 你就会看到一点 有钱能使鬼推磨 反过来说 被钱左右的人 跟地域的鬼 无两样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